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研究报告指出 它对膝盖的冲击力道 其实比跑步还要小呢 膝盖就叫做 就是膝盖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运动前要热身 不然很容易受伤 这句话怎么说呢 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 运动前 欧险捏绳 黑毛 咖啡 粗松 运动前 欧险捏绳 黑毛 咖啡 粗松 今天狗狗公哈巴呢 告诉你怎么样运动 得自己最健康 小狗 不是说要来跑步吗 你怎么在跳手的啊 没有啊 因为下雨了啊 所以我就在这边跳手的啊 跳手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发现啊 最近很多人喜欢跳手的 跳手的话 它可以强健身体跟瘦身哦 可以瘦身哦 我眼睛都亮了 那我要跳一下呢 可以瘦身太好了 是这样吗 等一下 跳手之前你要先暖身哦 不然你的鞋鞋会粗松哦 鞋鞋会粗松哦 真的严重哦 好 好 好 那我先暖身一下好了 对 一定要暖身哦 不然鞋鞋鞋会很容易的粗松哦 跳手也真的不错耶 还好刚刚啊 有暖身 所以不会粗松 跳手间呢 真的是不错的运动 嗯 真的哦 就像你说的真是不错的运动耶 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 今天教的客家话吧 好啊 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跳绳了 你刚刚说的跳绳怎么说呢 再说一次 跳绳就是跳手也 跳手也就是跳绳了 那要注意的是喔 一定要热身 不然很容易受伤 受伤要怎么说呢 受伤的客家话叫做 臭松 臭松就是受伤了 那要注意的是喔 其实它会不会对膝盖 会造成伤害 刚刚也说的其实不会的 但是呢 膝盖的腿说很重要 膝盖呢就叫做 臭松 臭松就是膝盖的意思喔 那我们要这一次提醒大家喔 如果说这个运动前要热身 不然很容易受伤 这句话要怎么讲呢 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 运动前 危险捏绳 今天狗狗公哈发 告诉你怎么样健康运动啊 跳手给下次可以试试看喔 我们先看囉 拜拜